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刚才我发布视频之后 然后已经看到很多鱼有的留言 那有些鱼有留言我看了一下 他们怀疑我这两条钓壳可能是感染了飞蝶虫 我那手电照了一下 那鱼的眼睛呢几乎里面是全白了 但又不像是表面有这种蒙眼的感觉 它是里面黑色素好像就已经消失了 那不管怎么说 我也想试一下你们给的建议 就是用淡水来给你们泡一下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一些淡水 先放在我们底缸里面 然后让这个淡水的温度 跟我们煮缸里面的温度相同 然后我们再把鱼抓出来泡一下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飞蝶虫掉下来 我刚才去下面接了点淡水 然后再放个加油放在这里 加速一下这个温度 69点几 我们现在这个缸应该是78左右 应该一会就能加上来 那我们现在去准备捞鱼的工具 然后一会回来把鱼捞出来 我们看一下煮缸里的温度 大概78.2 OK 很接近了已经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开始捞鱼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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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它放到旁边 我们过来仔细观察一下 那这个过程我在网上看了不能太久 控制在五分钟以内 如果是有飞蝶虫的话 应该很快就会从鱼身上显现出来 会立刻发白 那我们就观察一下 我在想是否把这两头鱼放到楼下的繁殖缸 先在那里单独观察一下 OK现在大概已经三分钟了 好像并没有看到有白色的飞蝶虫 可能是灯光不够亮 再仔细看一下 似乎并不是飞蝶虫 没有看到任何的显现出来 白色的小白点 OK现在时间泡了差不多五分钟了 赶紧把它们放到缸里 OK那就暂时先把它们放在这里 我们明天下来再观察一下 看看是否能有好的状态 刚才仔细又检查了一下这个淡水里面 没有发现任何寄生虫的身影 所以可能真的不是寄生虫 因为这两条鱼基本上不是蒙眼的状况 是它们里面瞳孔黑色部分 黑色素完全消失的感觉 就变成了透明反光的这种看上去的效果 所以说应该不是这个飞蝶虫 那具体什么原因 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一下 OK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煮缸里面 有没有其他鱼受到影响的 现在还没有喂食 我们先仔细观察一下这些鱼 看上去都还是挺正常的 都在等着我喂吃的 看到这条鸡心 除了背鳍有损伤以外 没看出什么大问题 看一下这边 本来还是看不见啊 会撞到石头 能看出来眼睛好像还是有一些白色的晶体状里面 因为现在他们视觉应该是明显受到影响了 那就希望味觉和触觉还能感觉到有失误飘过吧 现在大翻没有问题啊 这个刚我们后来换了两个国产灯 K7三代 现在还没具体测它的输出值 我们有时间来测一下 那这个灯能明显看出来 背后墙上色彩分布的不是特别的均匀啊 哦 HK7三代 我介绍一下 里面丢了一些紫菜 看看一会儿这两条鱼会不会吃 看到一些海苔直接是从它脸上飘过去了 目前看下来这个缸里面没有任何问题 剩下的鱼都很健康 那我们那两条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昨天很多朋友都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大部分都是说可能是非蝶虫 但是我们昨天晚上也试过了泡蛋水 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因为这两条鱼前一天还是非常正常 在吃东西跟游泳姿态上面都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突然过了一天 过了一个晚上就立马变成了这个状况 像是被某种外力或者是外界什么因素 直接物理造成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排除畸心调的嫌疑 虽然它是比较小体型的一条鱼 然后又是钢劲钢 昨天欺负它 最凶的两条鱼突然都失明了 跟它摆脱不了嫌疑 这个激心调英文就叫Achilles Achilles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战神 OK今天我们正好来抽这个机会 稍微给我们的沙子洗一洗 这种呢专门是用来清洗沙子用的 我们准备一个桶在这里 我们开缸到现在没有手动换过水 然后沙子也没有去碰过 所以现在沙子进入一个青春期了 开始长很多藻类 那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毕竟我们这个缸还很新 半年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今天先手动的来翻一翻 把这些沙子给它们彻底洗一下 那之后呢等鱼缸再稳定一些 沙子基本就不会长这些藻类了 之前看过我这个缸设计视频的朋友 知道我这里预留了一个下水管跟上水管 那这里呢有一个排水管 是给我们大量换水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上面的水管放到这里面 然后直接从这里就进到我们的下水系统了 那我们其他的一些管道都是从这上来的 然后从这个洞出来 那现在我要送一个管子上来 这个粗管子呢就是我用来大量换水的时候用的 我们直接把它接在这里 然后就说把管子从那里塞上去 进到我们的鱼缸就ok了 ok准备就绪 那因为我们需要拿着这个桶 围着我们鱼缸转一圈 所以我们就不直接把废水排到那个下水管了 这样的话灵活一点 我们就直接用桶去倒掉 趁这个时候给大家拍一下 从上往下看的我们这个鱼缸 我从来没有拍过 它就没有拍到这张开 沙子相当地脏了 这都是一个过程 可以看到这一个硬骨 就是从石头上的皮长出来 才疯狂 这个红色的瓦片也已经基本恢复了之前的颜色 迪士尼的颜色现在也不错 而且生长痕迹很明显 这就是我们的Lambo Room 现在颜色也OK 之前都是变成绿色的 然后它下面这一个有点红的 有点机密病 之前也是变成绿色 现在颜色也开始恢复 下面还有一些我们之前新买的 那这里有一个 这个目前有点掉色 当时买的时候也是新切的 然后再换到我们鱼缸里 肯定是一下子随之变化过大 所以它本来是很鲜艳的红色 现在也有点退掉了 它慢慢都能养回来 这里有一个orange pattern 这一个颜色还是保持得不错 下面这一个草莓蛋糕 本来拿回来的时候颜色很淡 现在这个缸里面颜色恢复了 非常好看 这里一些硬骨颜色也是有明显的变好的情况 之前刚拿回来的时候颜色都变淡了一段时间 看到我们这边侧面还放了一些小的硬骨断枝 那大部分都开始包底了 而且颜色都保持得很好 下面这个扣刀也非常漂亮了 所以有两个稍微大一点 我可能要把它们切一下 这大瓦片每天吸收我们巨多的元素 我现在想是不是把它给敲碎了拿出来一些 不然我们这里面低定的元素感不上它吸收的 现在就是NP一直为0很难提高 估计都被它给吸收了 我们下面这个背从上面看上去稍微好看一点 这个背还是要从上面往下看 那这边一个硬骨 就是刚才那个硬骨岛上面我拽下来的 然后在硬骨岛上留了一层皮 那个皮又发展成一个新的母体了 这个生长得非常厉害 下面那个火柴也不错 火柴之前是绿色的 但是现在越洋越精 这里有一个我榔头的母体 那这一个也养了好久了 期间切了大概有好多次 至少切下来50个单独的个体 那现在这一个估计上面又有十几个长出来了 OK干活吧 先贴个胶带在水微线 以后我们知道水放到哪里 我现在把沙子基本都翻一遍了 现在看上去好多了 那我们把水先浸进来 然后我们再把珊瑚给它稍微复位一下 我们打开水分 OK 水上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稍微耐心等一下 等水微线到达上面这条线就OK了 希望我们的海水是够的 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OK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卡了 好 停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底缸的水位 这是我们ATO的感应 感应探头 它的位置正好在很完美的地方 水位方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了 就直接先把珊瑚归位 那我们今天这个清理沙子工作就搞定了 今天还是没有遇到好的运气 我们两条钓没有吃东西 那我们只能继续观察了 至少现在主缸里状况一切稳定 一切OK 然后今天也抽空把这个沙子给它清洗一遍 那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继续更新两条钓的状况 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先做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别忘了点赞关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